第四届朝山地场杯中韩围棋对抗赛第一轮 由中国的十月九段对阵韩国的崔哲瀚九段 赵老师您好 夏佳您好 请我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我们央视跟大家见面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盘棋 我想应该是此次比赛中的一场重头戏 由于这个十月现在是近期应该说是我们中国状态最好的选手 崔哲瀚当然不用说他是酒精沙场的韩国的中坚力量 也是世界冠军 成名已久的世界冠军 招商地产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赛事 也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第四届 在前三届中我们是应该我印象中是第一届取得了胜利 前两届都取得了胜利 对对对 前两届取得了胜利 然后在第三届的时候我们是以主将副 就是总分占平了 5比5占平但是主将副 这届跟前几届有所不同的是7对7 之前都是5对5 人数增加了两名 对增加两名 这个团体的对抗性就更强了 它有别于像农心杯这种是擂台赛 它是属于标准的对抗赛 是就是下两轮 然后双方进行一个对抗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目前中国棋手 在整体实力上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可以说已经是超越了韩国了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现象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们去年囊括了所有的个人项目的世界冠军 但是团体赛是被韩国棋手囊括的 囊括了所有的冠军 包括女子的团体赛 对 我们仅仅是在这个年末的农心杯子上 是由十月战胜了朴婷环 这个应该说可以说算是跨年了 这是在今年结束的 是在三月份进行的一个 二月我印象是二月底好像是进行的一个比赛 对 所以说在一三年整个年度当中 我们囊括了所有个人赛的世界冠军 但是在团体赛成绩上并不理想 对 所以说我想十月 尤其这次他作为中方的主将 他肩负着这个重任 大家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那么我想他一定也是很有压力的 也希望能够一雪前耻 所以我们在这个个人项目中 已经这个横扫这个韩国棋手了 那么为什么在团体赛中还 这个一个冠军都未曾染指 在2013年这是很遗憾的 所以说我想他们一定也是憋着一口气 希望能够 对对对 在团体赛上压制 比如说斩获吧 十月的黑期 咱们就边看边聊 这两位都是个性非常非常鲜明的棋手 而且他们两个的绰号好像很有意思 很有渊源 是的 然后他走到这 这个崔真汉大家都很了解 他的外号是毒蛇 对 崔毒 就可以感受到他这个战斗力 应该是非常的出色 对 非常的狠 总给对手下毒 是 但是我们的十月也是完全不逊色 应该说是 就是更胜一筹的 进化版的 对 应该是在这个绰号上就压制住了对手 是 因为十月是由于经常图别人的龙 场均一条龙 所以得到了奇迷送给他的这个龙哥的美誉 龙哥一个是蛇 一个是龙 对吧 大家可以想这个 本身很接近 但是好像还是龙哥胜一筹 龙应该更胜一筹 对对对 十月说起来 这个我们最近在论 有的这个网站的论坛上也看到 好多的奇友对他的期望 是越来越高了 是的 所以说他下棋呢 现在也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 为什么呢 期望太高了吗 对 期望太高了 因为大家都有的时候会戏称啊 说这个十月现在任务已经不仅仅是迎棋了 是 每场都要突龙 对 对得起他这个场均一条龙的这个称号 对不对 这个场均数据如果没了的话 就相当于你这个人 这个标签被人家撤掉了 对吧 对 所以说他好像压力也蛮大的 大家想想 是 面对的都是世界上最强的骑手 你要保证场均一条龙的这个数据 不仅要迎刑还有屠龙 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 是 但是我又特别奇怪的是 不知道是不是对手有意配合 还是巧合 好像他就是经常能够 他就是这个这个数据好像完全对他来说压力也不大 他还总是能完成 在前不久的这个农心碑 也是 也是 而我们两个人战船很遗憾 那个先是谭笑 就是一样都是被韩国那个朴婷环啊 逆转 非常匪夷所思的方式逆转 是 终于到我们龙哥出场了 对 龙哥出场之后可是不含糊 二话不说 一条小龙勤活 对 就是屠龙的方式获胜 这个真是很有意思 人家朴婷环的龙 这是多么难屠的 手道勤来 我们大家都知道 相比于坐火之孤而言 杀旗可以说是难上很多很多倍 然后在这个同水瓶的对局中 真的很意外 龙哥可以每一场都能够斩获一条对方的龙 这个太有意思了 我们就看看今天他能不能继续上演 不容好戏 再来一条 刮脚 对 然后白旗连了一个中国流 这条旗比较有个性 这是崔独的个性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般直白旗的一方 比较喜欢是先把局面打散 这样的话由于有天幕的负担 所以说对于打持久战 白旗是欢迎的 是 白旗不能够很好地发挥他的先招效率 是的 但是崔哲瀚他不是这样 他经常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自己很擅长 就是指白旗跟别人对位模样 因为他力量比较大 他比较自信 他是希望产生作战 形成作战 作战的过程中 他的力量就可以发挥 得以体现 对 所以说这是跟他棋风有关 他不怕你跟你对位 他拿白旗也跟你这么干 这是他的特点 但是我估计 这也郑重龙哥下怀 十月的下怀 对 他也非常欢迎这个局面 所以今天这盘旗就好看了 这俩人可以说 在前面还会很默契地配合 去做成一个战斗的格局 也就是说我们旗迷朋友们 最喜欢看到的一个场面 就会很快就会出现了 是 我们现在黑旗连片 对 你这没有怕的道理 对吧 我拿黑旗我肯定跟你对位 白旗也扩张 他这招都是不着急 他不先进去 不理你 你为你的我为我的 接下来呢 黑旗这个 跳起 也是扩张模样的 下反 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 叫做双方 销掌的要点 对 此销彼掌 是 如果被白旗这样过来的话 对 白旗就不用下 狠的 就这样过来的话 你看 如果围的话 白旗就压过来 黑旗也很扁 是 对 所以说双方 对于模样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 彼此销掌的要点 天王山 天王山 而不是这个 自己单纯的围 是 像这个地方 也是属于天王山 这一会儿再去解决的 因为这个下面更超级 是 这个间隔更宽 嗯 白旗实战也是 坚定 坚定 虚晃一枪 他还是为了回到 这个双方销掌的要点 这个是 不能放过的一点 可能 大家在看棋谱的时候 会经常看到 类似的这个局面 类似的棋行 是 这条棋 基本上都是 必须要下的 这跟我们刚才说 跳的道理是一样的 嗯 就是一个 模样形式的一个要点 天王山 双方必争的一个要点 是 对 但他坚定一下 还是挺有学问的 嗯 这个坚定呢 有的时候是俗手 对 不是绝对的 这个 尤其是这边 很宽的时候 对 你想想白旗将来 要去里面做活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这样弄进来的时候 这将来这个地方 本来有二路拖 对 对 靠 这等等的手段 嗯 你一坚定就都没了 对 也就是说白旗坚定完这下以后 他基本上轻易是不会再打入到这里面 对 的意思 它基本上就是放弃了在底下做活 可以说是 打入呢 也许会打 对 它反而要攻击你的 对 对对对 但是他这个在底下做眼的时候 这夹尖一下就亏很多了 嗯 是 不过他是有担心的 如果不尖的话呢 他肯定是爬黑旗点脚 哦 对 这样 这样 应该会打 嗯 现在他还要搬起来 估计只能拐 哦 对 这边 可能也是比较担心 下成这样一个局面 如果你下成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旗就不仅仅是 捞脚地 同时他把这个双方的根据地啊 嗯 给拿到 是 这个间隔就显得很完美了 嗯 这边就不用补齐了 是 对 所以说这个点脚呢 现在是四小时大 大家看局面很广阔 是吧 是 打传很多 为什么这时候点脚 但是这里叫四小时大 哦 这是双方的根据地 嗯 所以说他这肩顶一下是 呃 可以说是先手的把这个 点脚的这个毛病 先给防住了 嗯 你再点脚就不那么厉害了 再点脚他不管挡哪边 就就效果差很多 是 嗯 所以说看这个高手过招啊 嗯 他的每一步棋 都很有学问 是的 这个时机先尖顶你一下 再再飞 嗯 每一步棋都很有学问 嗯 接下来黑旗跟着飞 对 这个是必须要走的 然后白旗 嗯 对 这一手棋就比较有分歧了 嗯 这一手棋决定着今后的局面的走向 嗯 像这种局面呀 嗯 像这儿还是比如说走这个 这个也是 也是田王山 对 对 仍然是田王山 对 像这个应该怎么去选择 嗯 这个就是最体现棋手 这个棋风的 个性的 个性的一面 我们不能说体现水平 因为你可能走这个 走这个都已经差不多 对 这个难说优劣 嗯 但是非常体现棋手的这个棋风 风格 嗯 走这个呢 就其实是 我觉得是大多数棋手的第一杆 嗯 就是继续贯彻他本身的意图 对 嗯 这还是一样 还是田王山 嗯 还是这个双方校长的要点 是 但你一旦走这个的话 人家肯定会进去 嗯 他就进去 之后这边 对 呃 不管下什么定势吧 总之 黑棋这个挂起来之后呢 肯定会 安定一刻 对 比较 比较顺利的 能够安定出一块棋 是 那么 这样的话 我们再回头来看 黑棋这几招交换 这四手跳 对 这四手交换 他就便宜了 对 嗯 他先把自己 他先护住了自己了 还把你给洗了 再去破你的 对 这是黑棋的一个战略意图 是 催毒这位选手呢 他首先非常力战 嗯 催者汉 他首先战斗力很强 这是说他的技术上的特点 是 他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 他这个气势上啊 也很强 他下棋很讲究气势 对 他往往都是你想干什么 我就偏不让你干什么 他就对 不让你干 做成这件事 他总跟着你这个 闹别扭 你很不爽 很不舒服 嗯 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这个人的特点是这样的 嗯 当然小崔 我们关系都很好 他这个 平时人非常好 对 私底下为人是非常 对 但他棋盘上他不厚道 嗯 对 他在下棋的时候 他不是这种 这是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说呢 我们看着这条棋 看上去他很稳健 他是防守 其实他是把 特别狠的 不给你这个 洗活的余地 对 实际上他在跟你闹别扭 他让你不爽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那现在就把这个问题 就把这球啊 又踢给黑起了 嗯 你怎么选 你跟着他一起围吗 是不是 这个也是好点 你围的时候他再过来 对 那这样 经过这个交换 白棋就比他直接飞 会便宜 哎呦好很多 因为这个棋 白棋相对来说 白棋这边是更虚的 是 他虚的地方守了一步 你这个是比较实的地方守了一步 相对来说啊 实一点的地方守了一步 所以说他这两步交换 肯定是便宜的 是 嗯 那么这个时候黑棋当然就不肯了 对不对 是 谈不拢 谈不拢了 嗯 黑棋飞压 嗯 这个也是 就是气势 对 因为普通的话可能就跳跳 就跳一跳 也是天网伞 也很大 对也可以 嗯 但这个显然对白棋的更紧迫 压迫性更强 压迫性更强 这个这招棋啊 而且是逼你表态 你现在第一时间 你就需要给我一个态度 嗯 如果你是这种简单的跟着我贴贴 这当然这个就黑棋太高兴了 是 它就顺势围 大家就看面就可以知道 对 这个白棋是肯定围不过黑棋的 嗯 是 那么你还有一种态度呢 就是 冲断我 冲断 反正你就三种态度吧 嗯 我们给大家就是更清晰的去分析一下 一种态度呢 就是跟着围 对 我们说这个是 不行 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第二种态度呢 就是反击 对 这个马上就会形成一场战斗 对 反击嘛 这个棋总的来说 黑棋是比较欢迎的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 这个地方啊 大家想想 我先来了一个 你把我冲断的 对不对 大家看这个骑行 这个叫做风车 扭十字 对 一个像一个风车似的 转起来的骑行很好玩 对吧 所以我们初学为奇的时候 老师都会叫 对 扭十字长一遍 一人长一遍 对 然后就开始下 对 但是大家记住了 这是两位决顶高手的队局 对吧 那这个风车已经形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这该谁下呀 对吧 这扭十字已经作战 这个作战的准备都做好了 是 那肯定是接下来 该谁动手 谁就有力嘛 嗯 最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那是我先飞过来 你把我冲断了 我一尝一尝 现在轮我下 轮黑棋下 黑棋没有怕的道理 是 就大踏步的往下走就好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冲断按说白棋 黑棋不怕吧 最起码 最起码是黑棋不怕的战斗 对 那第三种态度就是什么呢 就是不表态 就是我脱先了 对 甭管你是去掏还是怎么着脱先了 留着这个地方 对 留着这个地方 嗯 但是这个留着呢 也是 就是 怎么讲呢 黑棋也是不怕的 你留着我下一步 马上我就走 从这种地方来骚扰你 是 白棋这个脚啊 就显得很空虚了 因为他一来 你如果爬 对 他可能就走一走 他跳 对 这个地方你第一时间不去冲断它 他就走了两下之后 比如说你再长 嗯 他很有可能顺势 好像这个子已经 他就算贴一个 嗯 这个是命令型 只有爬 嗯 那你接下来再看看 这个冲断就没有了 对 也就是说你第一时间 如果不去冲断的话 嗯 他在这个地方先 嗯 虚张声势搞几下 他这几下呢 基本上是先手 那搞几下之后 你这个就一辈子也 不可能再冲断我了 嗯 那么换句话说 黑棋这个飞就比 跳在这儿要好很多 对 这个效率就要高了很多 嗯 所以白棋也是不太能满意 不太能满意 那这说来说去 好像白棋 就是挺为难的 似乎我选择都不是很好 对 呃 所以这招棋呢 是紧凑的一首 他逼你表态 是 啊 你现在赶紧需要回答我 回答我的问题 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 嗯 对不对 嗯 下一步 崔独是走了一个这个 对 他这个就是 不表态的意思 但是 他这个呢 还 他这个还也很有味道 嗯 呃 这就是高手 高手之间对决 他就是有这种这个 呃 双方互相的这个心理战 是 嗯 催读肯定是读懂了 现在我们十月这条旗飞的意图 嗯 啊 他肯定是 大高手嘛 嗯 对吧 你想什么 我肯定也明白 嗯 对吧 你小子想干什么 我心里清楚得很 你别欺负我 嗯 啊 但是呢 他就是说局部走 我们就说你这个三种态度 无论你怎么走都挺为难的 是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出了这个第四种态度 就是他反过来先问问你 先问问你啊 就是 也看看你的态度 嗯 也是经常在实战中 不知道有什么很好的头绪的时候 就会下 适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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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黑棋 呃 你如果跳这边的话 啊 啊 这个棋呢 他可能就忍一忍 对 他就不会去冲断你了 嗯 不会去冲断了 因为这个棋 又多了一个 又多了一个 对 你这边已经守得很牢了 守得很牢的时候呢 那我就算了 这将来我就给你走掉 这个地方我让你贴掉 我也就不走了 不走了 以后价值也变小了 对 我专心处理这边 嗯 实战 黑棋实跃不肯 对 他硬得很狠 他硬在这边 嗯 硬在这边之后呢 白棋这个子啊 就可以视作是一种 这个援兵 对 以后可能在冲断过程的战斗中 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它就会发挥作用 嗯 所以说这条棋呢 也是考验黑棋 在自己难受的时候 他反过来 他想到的是 我怎么先考验你一下 再决定我的这个 下一步如何去设 嗯 那黑棋既然走了 白棋这个接应已经设好了 是 对 再回答 再回答 冲断 对 他再回 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嗯 这个就非常激烈了 嗯 黑棋跳过来 嗯 因为这跳 白棋又是难受 因为你这个地方补 这太难受 这个这个实在是不肯补 补了之后 人家一冲 对 你这个形状还搬不住 你搬不住 搬这个地方一拐冲 嗯 就是一个 呃 无法兼顾的 这边打和这边冲 无法兼顾的一个棋型 嗯 白棋很难受 对 那你其他的补法 就更没法靠 效率 这都效率太低 对 不能接受 嗯 但你要不补呢 这个地方又有毛病 显然是 无论是靠还是肩 对对对 的问题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就是白棋 我们刚才说 白棋这个棋型上的弱点 黑棋非压 它是有道理的 对 但是白棋 它也有它的办法 嗯 走了一个这个 它好像要把你这两块 给分割开 对 这个时候我们再一看 这招棋真的是妙 嗯 刚才这个 呃 不说它效果怎么样吗 对 它的构思真的是妙 是 啊 现在这招棋就用上了 这招棋呢 也我 大家可能又看 这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 这好像 左右都不搭 这个就是 它想干什么 哎 这就是 它这个 高手 它高的地方 它这个能掌控住 这种下法 它在它的掌控之内 嗯 嗯 它其实又制造出两个好点 对 接下来就是 黑棋如果跳出 对这边而言是当然的好点 嗯 非常想下的一手 嗯 但是白棋这一靠 啊 那这个字就发挥了它 作用 对 嗯 这一靠 无论黑棋怎么走 是 白棋要把这几个字啊 它的联络保证好 是 嗯 它就处理起来 就非常 简单了 嗯 嗯 所以说这个是绝对不能让它靠住的 嗯 只要跳 对 那么白棋也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嗯 它顺势一跳 对 嗯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就是 呃 不仅仅是单纯的去吃菇了 嗯 它还希望把黑棋一起捲进来 对 它还连着你 你要是底下去只好被迫这样做活的话 嗯 那它就太高兴了 是 它就跟着你走一走 便宜太大了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 对黑棋来说也是考验 是 那这个地方接下来就马上出现了一个 嗯 本局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个有意思的局面出现了 是 嗯 双方就刺刀见红了 嗯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嗯 双方都是一本道 哎 我们刚才说黑棋是绝对不肯去底下做活的 嗯 对 那你怎么办呢 对 你就只能想办法突围 突围的话也就只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从这边 对 就是这种地方跨段之类的 对 对 嗯 但这跨段呢 你自身的气更紧 对太紧了 对 这个他就先把你冲断了 擦擦 对 嗯 这个黑棋不是很好走 对 没有什么成算 对 你 你比如说这样也是差不多 你就刺了一下 如果冲 冲 冲 冲断我的话 嗯 这显然白棋也是不是很怕 对 就跳出 嗯 对 因为你要是比如说你怎么去弄跟他杀气的话 就显然白棋这根棍气很长 是 对 自身的形状就气很松 对 他底下一飞过来 黑棋没什么气 嗯 所以说从这个方向去突围啊 嗯 似乎不是 对 不是好的选择 嗯 对 黑棋现在撕了一下 对 先把自身弱点捕不住 那黑棋就只有剩下一个方向 一个缺口 嗯 就是这块 刚刚说觉得白棋非常薄的一个地方 对 这个也是 双方可以说两大高手在这个局部 第一个局部就白棋首二了 嗯 较力里边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什么呢 就是黑棋能否突围 实际上 嗯 对 如果黑棋不能突围的话 那白棋这个一系列的下方 从这个挂进来开始的构思 嗯 原来就是太美了 这个太妙了 是吧 这个绝妙的构思 是 嗯 那这个黑棋就失败了 可能我们就要分析是不是黑棋这个飞压就变成过分了 可能过分 嗯 刚刚说是紧迫的好手 对 那如果变成这样的可能这招就 就过分了 对大家想想这个是 嗯 这就是说多么可怕 这个高手的这个力量是多么可怕 是 从这招很虚很虚的一招飞开始 嗯 他们就会算到接下来很远的变化 是的 对吧 嗯 嗯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黑棋能够突围成功的话 嗯 那么白棋整个这个作战就似乎有一点点的 对 白棋就是说这一系列的下法 他这可能就叫做误算了 啊 就不可思议了 就变成 嗯 因为你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要让黑棋去表态 让黑棋去做活 去欺负他 是 就他不用做活 我要把你这外面给 给突围了 给冲烂了 对 我们想如果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棋筋 如果白棋这两个棋筋被黑棋在 因为黑棋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突围 是把你棋筋都吃了 对 那你如果把棋筋吃了的话 那么白棋这一串就 这就所有的棋子都变得莫名其妙 嗯 就很尴尬 是 嗯 所以这个到底结果如何的 咱们得看看这个变化了 对 那么白棋档是必然的 对 嗯 接下来都是必然的 我们就不用给大家多解释 嗯 都是直四一手 对 接下来会很有意思 形成了一个 应该说大家还比较熟悉的一个 黄音附近 叫做经典的手筋 对 黄音附近 斑的时候 对 黑棋 看白棋三口气 黑棋那两口气 黑棋必须要先手长气 对 这就是著名手筋 对 如果白棋简单的硬的话 嗯 黑棋 这样 经过这两斑以后 已经成功的延了一气 对 那么黑棋就打倒了一下收气 那么白棋自然就是失败了 就满一气了 嗯 所以实战 白棋是使出了这个著名手筋 对 黄音蝴蝶 嗯 这个地方咱们也就不用给大家太多的介绍了 因为这个局部 好像懂得起手呢 我们不用介绍 不懂的我们可能讲半天 也不一定能讲得明白 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跳过这儿 这个点是经典手筋 大家只要知道这个就好了 有一个问题是这两个子气紧 但是黑棋现在出去走不好 对 黑棋如果单肠那么显然被吃 这个地方已经死掉了 就不对了 但它如果本身呢 来讲是有这个的妙手 但是很遗憾 但是很遗憾 现在这个地方它是软的 被白棋提 还是AB剑合 对 它这个子气紧 嗯 你这个挖痴也不成立 对 黑棋这个下法是不能成立的 嗯 黑棋搬这边 实战搬这个 白棋又是一并 对 一路的一并 嗯 这个是妙手 我们这个在 嗯 很早很早以前啊 古棋的这个著名的棋书里面 就有这个形状 嗯 对 著名的黄鹰铺蝶 是 看上去好像下到这个地方 就被白棋著名的手巾 这黑棋好像很困难啊 对 这就是 接下来就是黑棋 走不好就已经完了 对 这个地方 如果死了 黑棋是绝对不行 对 黑棋如果肩 啊气势汹汹的冲上来 弄了一大串 死了 嗯 那这场棋就结束了 也可以收了 对 可以收了 嗯 其实换过来说呢 刚才我们也说了 白棋如果这个被吃了 也就是 也挺 什么都不是 梦永其名好 也变得 是 那这两大高手怎么回事 那这个 会 某人会失误这么严重吗 嗯 嗯 其实也不是 不是啊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对 黑棋有妙手 嗯 这个时候 这个打了再吃 就是局部的好手 对 石哥使出了苦肉计 嗯 对 他经过这个交换以后呢 成功地让白棋这边不好 收气 对 他在挡 嗯 这样的时候 白棋下一招 这也是命令型 必须火 嗯 那么黑棋在 因为马上这两个子 不能要了 所以把这下吃掉 打吃了之后 一收气 嗯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啊 黑棋看上去两口气 嗯 但白棋怎么知道都不入气 这两个位置 怎么都不入气 嗯 你这个时候千万别贪吃 白棋这两个 哦 他吃两个那就死了 麻烦大了 对 所以说这个只是 这几下打鼠手啊 看上去都很损 只是为了先手长气 是 他做到了 嗯 没收气 那么下到这个时候 嗯 就尘埃如不定了 这个局 对 这个时候就是转换 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转换 但是我总觉得说是转换啊 有点像被吃 对 似乎有些勉强 嗯 是 因为我们刚才说黑棋间断 就拿下白棋这个棋筋 它果然顺利地实现了 那再看白棋外面这个 就有点破破烂烂在贴在人家的后事上 要干什么呢 对 你这个本身边上的空 吃来吃去 好像我不比你少 嗯 对不对 是 所以说 这个从结果来看 肯定是 嗯 随着汗是不能接受 嗯 实败的 肯定是大亏 嗯 对 第一个回合 我们这龙哥是大获全身啊 斩获很大 是 嗯 但是当白棋飞到 因为白棋抢到一个先手 白棋飞到这的时候呢 黑棋也不能太掉以轻心 对 这如何把这后事 把这个后味啊 利用到极致 是接下来黑棋面临的一个考验 是的 该怎么去处理 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 嗯 因为白棋虽然这个齐丁死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好像 两边都变厚了以后 这边已经自然成功 他也实惠了 对 也就是黑棋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后卫 成功的利用到的话呢 可能形势反而 还真的难言忧略 对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到底应该怎么去 进攻白棋的这几个残子 应该是 现在的一个难题 对 嗯 那我们也 嗯 也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龙哥怎么展现 他的惊人的战斗力 嗯 欢迎回来 嗯 现在这个局面 黑棋应该怎么办呢 嗯 就是他一个选择的问题 嗯 现在白棋这几个棋子 肯定是 很重 嗯 而且这属于是 贴在人家的后臂上 是 烤白鼠的感觉 有一点 太厚了 嗯 对 这个 被烤得很难受 嗯 那这个子呢 它有点轻 是 脚上还有拖 等等 嗯 从理论上来说呢 应该是黑棋 应该是目标啊 瞄着白棋这几颗子 哦 啊 也就是黑棋这种简单的 什么煎一煎 吃这个字 是不能满意的 其实如果能吃住的话 是非常好的 嗯 如果说你一煎 把这个把这个饺子都吃了 哦 那效率相当的高 对 对 是这样的效率 嗯 那肯定白棋就不用下了 嗯 是吧 以前你这边的模样 就被我压缩到一路去了 哈哈 这么扁平 我这边呢 是吃了一个这个大肥饺 是的 那就没法看了 嗯 嗯 但是你如果走这个白棋 肯定是会先去折腾 我显然会在你脚上问问你 对 这个折腾很讨厌 嗯 嗯 不见得能拿得住 是 但是你如果拿不住 你这个脊椅就很松 对 它什么挤压都先手 嗯 对你这个对这边影响力不大 嗯 所以这个好像不是很好 这不是很好 再如果就是说 其实这个时候黑棋有点难受 嗯 白棋镇到这儿啊 呃 形式虽然黑棋好 但是在局部来说 它挺难受的 哦 对 如果说最紧凑的应该是 比如说靠在这 靠在这儿 嗯 这种让你定型 是 如果白棋是最紧 最直接的下法 就是长 啊 就长 它就沾上 对 这样的话黑棋应该是不怕的 嗯 嗯 黑棋就把这个沾上 嗯 白棋可能只能跳下来 对 这里面杀器 这个黑棋就 啊 对 只要黑棋有一个后门 对 这个黑棋应该不太怕 嗯 嗯 但是我估计他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白棋可能也是 对 他还是先来脚上问问你 对 先去弄一下 嗯 呃 如果白棋不走啊 比如说你去处理中央的话 那么他就一手棋把这个牢牢的都吃 这个效率也是蛮高的 对 这也是黑棋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满意的 嗯 黑棋也是满意的 但我觉得这个他还是讨厌人家去骚扰 嗯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也不是很好办 对 那实战呢 他的选择是走这个顶 对 可以说非常的 嗯 千斤顶 直接 嗯 直接 太直接了 这是他的棋风 不 我倒是个人感觉吃这双棋 还是 对 不太能支持他这种下方 嗯 我觉得可能 收属的嫌疑 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考虑做这种 就是 大家记住 你越是瞄着哪块棋的时候啊 嗯 你越不要直接的去挨着他下 啊 对 越不要去轻易的帮着他 让他借劲去处理 是 对 离着他越远越好 嗯 除非是你下定决心 我要一口要吃掉他的时候 是 这个时候你再去贴着他下 嗯 对 所以说 你对这个子 压迫感越强 嗯 实际上呢 让他在这个局部 逼着他在这个局部出牌的时候 其实对 为了你下一步去进攻 整体进攻他这块棋 嗯 实际上反而是做好了铺垫 做好了准备 是 从战略思路上来说啊 我觉得应该这样去思考 嗯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这块重 这块轻 嗯 他实在的下法呢 就是 就比较直线了 实际上说 他是不给 什么分析这个 他不跟你玩这些虚的 什么战略意图 他不搞这些 他就是说 你怎么办 他就问你你怎么办 嗯 你要的话你就老老实实回来 嗯 那我可能 那我这个 搬 搬 他可能还是搬 是 对 十月我们比较了解他 对 他不会太下这种 比较中庸的 对 他就惊吞你了 嗯 嗯 他是给你来这个的 嗯 对 你如果长呢 实战这种 他长 其实无非就退和长 两种选择了 对 如果长的话呢 他就这搬出来 实战的 对 先把你吃了再说 嗯 这是他的一个选择 但是刚才我说 不太能支持他这种下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白气这个重啊 他是整体来说 他很重 是 对 他贴在黑气后势上了 嗯 他这 这棋子又多 然后又没眼 是 但是单从他这三个子来说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残子 是 我们也是贴在后势上的 对 这三个子呢 就底下又找不出眼来 对不对 就是干巴巴的十几二十目 是 所以说他基本上 可以界定为是残子 嗯 你要把它这五个六个全吃了 那他重 对吧 这打 但你吃三个 这就是很很无畏 是 我觉得 这个下法不太能支持 这个下法就是 嗯 怎么讲呢 虽然力道很足啊 力道很足 但是这个发力点可能不见得对 打得人家不痛不痒的地方 是 好像白气也是很高兴的 把这个残兵给气掉了 对 甩掉了这个包袱 嗯 接下来他就跟你现在玩上这个了 嗯 对 这几招棋呢 局部来说他就是要争一个先手 嗯 争先手他想干什么呢 比如说你这种地方补一个 嗯 这出事了 这他也可以断 是 你这个当然要连后落 对 他最简单的啊 我们不说他直接跟你这个对杀 我觉得也有可能 嗯 那最简单的一挖就就出事了 哦 嗯 这局部就大家看得很清楚 嗯 而且无论打哪边都是两个断点 是 你打这边的话他就接上 嗯 局部收数来讲可能这样比较好 对你也可以吃我四个 嗯 对你这样的话就被我吃掉了 嗯 你要是吃我四个的话呢 哦 这样子 这个这个可能更差 对 嗯 这样是落一个后手 对 这我一粒 这边摆一下 嗯 这还被我一拐吃 吃先手 哎呀 大家看这这几个吃的真是 是不是 一哭无泪了 吃吃无味 这一共八六七 太巧了 嗯 所以说 这个地方呢 黑漆是有毛病的 嗯 这个地方黑漆是有毛病的 它就逼着你表态 你马上要补漆 是 就我估计如果黑漆敢 敢走这边的话 它肯定是 可能还不是挖这个 它肯定是去 就跟你对杀 监顶之类的 嗯 所以这个地方黑漆已经撑不住了 它必须要补了 它实际上冲一个 冲一个 把漆倒 沾到这个 沾到外面 大家看它花了 从这个顶开始啊 顶完之后花了 搬了冲一手 然后冲了沾上 又花了一手 嗯 就吃了半天 就是这一点 对 嗯 这个 黑漆 我就总体感觉来说 黑漆是非常失败 嗯 这个下了 可能十月有点松懈 我感觉啊 它可能有点松懈 嗯 就这个地方你还下吗 就都吃成这样 我跟你沾到这 你起筋被我吃了 对 嗯 所以它这边可能就想选一个简明一点呢 嗯 吃掉 是 它肯定是知道白漆会弃子的 对 啊 这点我们不用怀疑 嗯 对 但是它可能就觉得这个判断 觉得这个吃了也不错 嗯 比较简明 它就选择吃掉了 是 不过这个下法 呃 无论如何啊 让刚才本来很好的一个局面 现在瞬间就拉近了很多了 嗯 又漫长了 嗯 对 这局面很漫长 接下来白漆飞饺 飞 黑漆打 白漆吃 白漆吃 嗯 这个黑漆冲吃 又弹不拢了 这个 这个弹不拢 这个你如果 这不能弹拢了 这你如果打吃这个的话 打吃这个好像不行 打吃它会打外面 嗯 它肯定会打 但是 那这样的时候 打外面 是差一个力的吗 还是 区别 呃 这样对 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力 哦 就是差这一点 对 就是差这个 这个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可能也就有沾 嗯 可能也是沾 但这样的话 它常会吃 这个紫在这儿跟在这儿 差眼位 差很多 嗯 是 这是我们说 打这个的变化 打人家外打 你很难受 你提还是沾 都很难受 如果你力呢 那就已经被我 便宜了 那我就沾上 嗯 这不是 它沾上 你这气形 很难补 这个地方 这讨厌了 嗯 嗯 这没法补 这补在外面 冲了断之后 这个脚上 还有味道 嗯 太饿了 你要沾上的话 味道是好 但你看本来这个紫 我如果打你沾 我是沾在外面的 对不对 嗯 我现在就 沾到里面去了 太难受 这地方头就变软了 对 这白旗基本上已经活了 嗯 还煎 煎完一下 它基本上已经活了 是 所以说这个旗呢 黑旗 你又不能直接沾到这儿 直接沾它冲下来了 啊 那可得不行 对 所以说它一定要追求一下 它必须要冲到这下 嗯 冲到这下才行 嗯 当然白旗来讲啊 它这不可能提了 它要么就吃外面 要么就像它实现那样 对 呃 它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 这个烈士意识 应该说 对 烈士意识 不要悲观 不要悲观 这边还是损了不少的 嗯 其实它如果打外面呢 这棋已经拉近了很多了 嗯 对 但是 崔晨瀚它非常狠 嗯 我觉得下的也非常好 这个地方的计算啊 又是体现出了 这个两个人超强的计算力 嗯 它居然是硬生生的 把这个子跑出来了 嗯 嗯 接下来黑旗是 也是常见的手筋 嗯 来吃 嗯 挺有力 嗯 黑旗在这儿 诶 这不是送死吗 是不是 大家看这什么意思啊 这看上去白旗插的不是仪器的 啊 它这一拐 这个时候首先黑旗挡不住 嗯 这吃出来就 对 嗯 就坏了 得吃 我们简单给大家摆一下吧 对 长 这个不是别的 嗯 这长的时候呢 白旗 一加 嗯 对 有这个妙手 其实就算不吃你 你也不行 啊 这样夹过来 这黑的也不好 是 当然白旗还是有这个好手的成长 对 这一加的话呢 可以就坏了 嗯 对 所以说这个棋挡 挡是挡不住的 只能跳 嗯 对 跳的时候它先把这个挡回来 对 黑旗 嗯 黑旗 嗯 这个利呢 也是支持一手 因为你如果挡这个的话 嗯 它长这个是先手 是 你如果挡不住的话 嗯 这一般 这就 这不就出事了 嗯 是 对 所以说这个棋 只有利 嗯 利的时候白旗呢 也只有 先拐了一下 这考验你 嗯 这个局部啊 我们很难去展开来说 但是局部的计算非常非常的复杂 是 而且每一个细节 双方的每一步次序都是很妙的 嗯 是 下一步黑旗呢 其实白旗拐就是考验黑旗 对 你如果挡住的话 你白旗就长 白旗长 嗯 这样的时候你不能挡 你挡的话我一挡 你旗就不够了 嗯 那么如果你不挡 你还是走这边 我们不管你走哪 对 那么我 好像还可以靠 呃 是靠哪个 靠这个还是靠这个 嗯 还可以靠这个 这个更 对 这个可能就 黑旗就坏了 坏了 嗯 对 是不是 你 你走这个 你这走什么 走这个我就搬下去了 这个黑旗可能就死了 是 如果 加的话 我这个可以单顶 嗯 这还是坏了 对 可能要死了 你如果挡底下的话 我冲这儿 对这个由于装子有力 对 你挡上面的话 我吃这儿 对 这个旗 就完蛋了 思绪很好 这坏了 嗯 因为粘这个也不行 就贴死了 是 对 所以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妙手 嗯 靠 坏了 是 所以说这个旗 黑旗如果挡 白旗一长 哎 就要你命了 这个挡和这个靠 见合 嗯 这黑旗不行 对 那这一拐 是不是白旗 黑旗坏了呢 嗯 也不是 他也还有这个招 对 走钢丝一样的 看双方 但是每一步棋 他都兵来降倒 他都有办法 嗯 双方 对 这一飞 嗯 这个飞绝妙 嗯 这个飞的时候呢 白旗你要是想阻度 你就有走这个 对 但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长了一期了 对 再长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打住 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有必要交代一下 嗯 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 黑旗好像可以 是尖 尖了再爬 对 那不用爬回来 尖了就就爬回来 嗯 然后你走 我再收 走我再收气 这样白旗就死了 你一收气 我就把它团住 嗯 现在 这样不对 这样白旗可以铺这个 是吧 哎 对 那不是这样 嗯 那 不好意思 这个 那是黑旗就先度过吧 这个度过是先手 哦 那我能不能 先虎这个 是不是 先虎这个 对对对 这个抱歉 我这个字去摆错了 先虎这个 然后再打 这样收气是白旗 蛮一气 对 嗯 你收 我一收 你就三气了 你得吃 提了再打 再吃 这个黑旗自气 对 所以说 这个旗 被黑旗 如果先手 飞着一下啊 这个是妙手 一路的妙手 先手飞着一下的话 对沙就是白旗买一气了 对 白旗就完了 所以白旗不能被黑旗飞到这一下 不能被白旗 黑旗飞着 但黑旗飞的时候呢 白旗这个肠就 就不行了 等于你肠 我就可以挡住你了 是 接下来 你如果阻度 我就挡死你 你如果做活 这个好像还不好活 本身 嗯 你做我还可以 病回去 这白旗不行 对 这白旗不行 嗯 所以说 这个旗 这一飞 好像 又把这个变化 又把这个球 提给白旗了 你怎么办 你要是走不好的话 就崩了 是 就全死了 就下盘了 嗯 所以说 这个十月的力量啊 真是不能 就是 他这个局部太强了 实在是 嗯 你说 真的是走钢丝一般的 他这个地方 双方这么紧 就是 都是 又跟刚才 我们说 第一个局部很像了 嗯 又是谁崩溃了 这局部就下完了 是 对 出现 又出现了这样的局面 嗯 那接下来 崔伦翰又下出了 这非常非常顽强的招法 对 脱 脱 嗯 黑气八战 这你不能再挡了 如果再挡的话 我一沾 我比刚才单长啊 要长出一气 嗯 呃 你如果想紧住我的气呢 这个我一路扳先手 这个局部的变化又不一样了 对 我又延了 又延了一气 一路扳 扳一下就延一气 嗯 这我们就不 就是把具体的细节摆出来了 大家自己可以去验算一下 总之这个能扳仗一下 就是延一气的 嗯 黑气就不行了 还像刚才那变化 一模一样的走 黑气就死了 嗯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 真的是双方 我说这个看着都揪心啊 是 只有八 嗯 白气打 黑气粘上 粘上 这个时候白气又下出了一个 对 连斑 嗯 这个又是救命大草 你如果不连斑的话 这个气还是不行 是 黑气就好了一个 好了一个 因为你这个挡住是不行的 吃死了 嗯 如果打这个呢 它给你打结 就形成一个结 对 就形成结针 对 那显然这个地方都是有结彩的 这个地方就结彩是很厉害的 嗯 所以说这个气 黑气这个时候就忍 嗯 白气爬一下 奇怪 嗯 白气 这个时候又妙了 你这爬一个 按说爬的时候 黑气只有并 是 对 只能并回来 嗯 但是这个并回来的话呢 白气就 就会这样做活 嗯 对 它会这样走 它爬着走 嗯 这样就等于 白气还是又先问你一下 对对对对 你看你是怎么走 嗯 它拐住 这拐住呢 收住白气的气 这是很紧的下发 嗯 那这样白气虎在这 可以说这个局部 双方都下得非常的 对 双方非常狠 下得最强的变化 对 黑气这个还要继续挤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还是刚才的道理 白 这个飞的时候啊 嗯 这个飞还是妙瘦 现在看飞还是妙瘦 对 如果 阻度只有走这 那它这一拐 这个粘是先手 嗯 这个粒是先手 这边要扑死你 嗯 那么粒和粘都先手 它就做活了 是 所以说这个局部来说 黑气没什么问题 白气这个局部是杀不掉黑气的 嗯 所以白气只有扳出来 嗯 然后黑气甚至在 普通是单纯的联络 嗯 但他在联络之前还要把你的眼破掉 这样对白气的压力更大一点 对 他先扳 嗯 白气扑的时候 扑的时候 他才去 再回到这儿联络 对 这一系列的交换啊 看得眼花缭乱的 是 最终我们来捋一捋啊 其实就是白气 从这个不肯简单做活 嗯 冲下来 看似非常非常无理的冲下来 但实际上呢 这个局部是形成了一个极度复杂的对杀 是 可以说这一个脚步的一个小 看着很小的一个脚步啊 嗯 这个变化已经是这个盛似发扬论了 对 我们是没展开给大家讲 是 只讲了一点点细节 但实际上这个变化是特别多的 嗯 嗯 总之下到这儿之后呢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 大概形成了一个转换 嗯 因为白气把黑气全掏光了 嗯 这边只要能活就行了 是 但是白气这块气外面这块气 嗯 就成为了一个另一个悬念 是 那么现在白气当然是要先处理这边 嗯 对 贴 打吃 接上 嗯 贴上 嗯 黑气再扳 嗯 黑气扳 对 黑气扳 嗯 然后白气先在下面 可能也是 嗯 这个交换了几下 对 不知道它是因为 毒苗打僵的关系 还是 就是 嗯 这个本身就便宜的 本身木术就应该这么收 对 对 对 这地方也是刚好 没有棋 对 这个地方局部就是黑气活棋 嗯 那么白气 嗯 收点关 嗯 就是大概是 没有什么棋 没有什么 黑气不会有死活问题 嗯 白气还是要回到中间处理 它去处理中间 嗯 其实现在的问题也比较简单了 嗯 现在呢 其实这个 我个人觉得啊 这棋形势已经 黑气已经不是 不在掌控之中了 嗯 对 呃 接下来黑气就 这个只能跑出来了 嗯 嗯 这个棋也很有意思啊 嗯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又是非常 非常的有意思 是 白气扳 现在是黑气必须要 对 对白气有很大的收获 在攻击过程中 对 它基本上是只有吃齐才能行 嗯 对 要不然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对 走 嗯 白气贴上 白气呢贴啊 对 几乎 走 黑气扳 这些都没什么好说的 嗯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就是 白气如果简单的长 对 那么 黑气 可能也就是压过来 对 这样白气就简单做活 对 嗯 黑气 对这块旗呢 你是想吃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 你可能能占点便宜 占点便宜 对 走这种 它就捡出来 对 但是由于黑气自身还没活干净 对 你自身没活干净 这个也 手脚啊也被束缚住一些 对 也不能那么完全的 呃 自由的发力 嗯 所以说 这样的局面呢 应该是看上去 好像十月很危险了 对 已经是白气 逆转的味道很浓烈 对 对 但就在这个时候 对 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额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啊 发生了 对 这时候呢 崔正汉他居然在胜利在望的时候选择了一个联班 嗯 可能是这一路追赶的过程中很辛苦啊 是 终于看到镜头了 很近的时候 很近的时候他有点着急了 嗯 加速往前冲刺一下 是 可能是这样 但如果能扳到那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更好 那可能黑气就更麻烦了 对 但是他这条旗出现了重大的事物 对 这个很意外 黑气只需要简简单的贴一下以后 对 再回到这个地方一叫吃 这很尴尬啊 好像白气突然 怎么就 这个不能不沾啊 只有沾 不然太没面子了 再轻轻的一打吃 可以说这个是业余出断水平的一个手段吧 只要黑气下出这个手段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白气的大龙就进来了 对 就突然死亡 对 这个真的是突然死亡 然后打吃 嗯 这好像可能白气还能七个子 本来看上去还有点面子的时候 对 这人家一尖 头也在外面 对 发现也 什么都没有 气也没几口 嗯 这个就死得干干净净 是 啊 我甚至都在想啊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这个崔泉汉老师 韩国棘手 他们对龙哥有一种心理上的恐惧 是啊 对象龙哥的时候 有一种像是被诅咒了一样的感觉 对 好像龙男 以及南逃 对对对 无论前面下得多好 都漂亮 这个 最终你这个小龙男宝 嗯 太神奇了 我看了这玩意 我真觉得 是 哎呀 前面其实 崔泉汉这个局部 可能说是小小的失误啊 是的 这个走完之后 十月领先不少 但这边其实说白气下得非常漂亮 对 很顽强 在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嗯 爆发出了惊人的小宇宙 应该是从这个跑下来 嗯 非常顽强 下得很精彩 就在胜利 这个马上就要看到曙光的时候啊 嗯 突然就 下出了这个连伴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成为泡影 对 那最终 十月也是很 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 嗯 拿下了这盘棋 嗯 好的 那么 这盘棋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吧 嗯 感谢大家的收看 嗯 再见 再见